韩国执政党党代表星期五进入朝鲜 前往一个朝韩共同运营的工业园区 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 韩国大国家党党代表洪准彪的 在离开开城工业园区之前 对记者说 努力改善两国关系是政治家的责任 这个朝鲜境内临近朝韩边界的工业园区 有若干韩国工厂雇佣延价的朝鲜联工 洪准彪本月初宣布 他愿意访问这个工业园区 以试图改善首尔和平壤之间的关系